导电玻璃、电阻测量 你会用什么工具? 普遍认为 万用表也可以测量导电玻璃组值 我们先拿出一片组值是7到10欧 尺寸是50x50x1.1毫米的ITO导电玻璃 然后拿出万用表测量一下它的组值 选择欧母档 测量最终数据为15 实际上组值是7到10欧 万用表测量是不准确的 方阻仪才是测量导电玻璃组值的工具 我们用刚刚那片ITO玻璃 用方阻仪测出来的组值是 8.4欧在7到10欧范围内 然而同一片玻璃组值都是一样的吗? 我们还用刚刚那片ITO导电玻璃 把它用切割器切成8x50毫米的尺寸 大片测量出来的组值是8.5欧 小片测量出来的组值是13.4欧 总结 方阻仪才是测量导电玻璃组值的正确工具 但是 在10毫米以下的玻璃 用方阻仪测量就会有误差 玻璃越窄 阻值越大 大家了解了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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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